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龍拳爆發力 然後呢這個好像之前是叫做20倍既往神拳 那我們今天的話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新手的最強天靈角色 以及推薦的陣容組法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 可以兌換的禮貌序號 還有這個遊戲新手的開局福利 好那麼首先呢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強角色怎麼看了 那其實呢在官方的公告這邊 這邊的話他就有介紹說這個角色的能力值大概要怎麼去判斷是比較強的 那這邊的話可以點開我們圖鑑角色的頭像 那基本上呢大概分成三個等級啊 就是90分以上即81到90 還有71到80的這個階段大概就是這三個階段 然後其他沒有數字的話就是比較當成這個肥料來做使用 所以說官方就建議說參考這個綜合評分之外 還要考慮我們角色的技能和天賦 然後才能組好一個這個推薦的宇宙戰隊啊 好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強天靈角 那首先第一次的話就是我們的維斯羅特 那他的積分呢直接超過了100啊 達到了這個120喔 那他擁有能力值呢是這個新能復活再加先手 那可以點開他這個右方這個介面喔 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布什的狂戰士喔 他是由這個維斯還有孫悟空合成在一起喔 他對於能量控制比其他人都還要來的相當不錯啊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他的普通攻擊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天使之在攻啊 可以對敵方隨機三個目標造成170%的法術傷害喔 而且如果目標的話在後排而且生命值越高造成的傷害就越高啊 而且還會陷入膽怯狀態 還會每回損失大量高耳的生命值喔 然後他本身的這個天賦呢還會附加這個30%吸血的效果 就是說讓自身的這個生存能力大幅提升啊 而且可以提升大量減傷 並且還可以吸取能量而且穩定先手 相當猛的一個T0神角啊 那接下來第二隻呢是這個貝極魯斯喔 那他是先手復活破無敵 我們也可以點開來右上角這個地方查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他是貝極塔 還有我們的破壞神進行合成喔 那一樣呢是非常強的一個戰士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主要的技能喔 那他一樣呢是對敵方全體造成大量傷害啊 而且其中三名角色呢 他隨著回合數越多 所受到傷害就越來越高 並且呢也會附加這個腐蝕的狀態 然後這邊的話也提到他是可以穩定先手 並且的話他的技能傷害 還有這個戰士的命中機率 可以獲得大量的提升啊 那這遊戲的陣容組法也是 比較推薦大家這樣組 那首先呢就是我們的奶媽是一定要的 然後接下來這個陣容必備的話也是需要有個肉盾坦克喔 然後呢可以多篩幾隻這個控制角色啊 控制角色的話可以直接讓敵方這個停止行動喔 然後接下來再來多篩幾隻剛剛介紹的這種輸出角色喔 那主要的詳細也是可以點右方的這個有輸出的特性 或是左下角這邊的他們的輸出喔 那輸出的通常都是對敵方的角色造成大量傷害 那這個呢就是這遊戲的簡單的陣容組法 好那接著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包碼序號 那麼對話呢我們就先點左上角這個人物圖像 那接著呢再點選右下方這個聯繫克服 這邊的話就可以輸入我們的領取福利禮包啊 那我們這邊首先輸入第一個這個LD1520 LD1520 按聯繫這邊的話就可以領到這個電子元件 還有這個五張的高級召喚券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改成這個LD1386 LD1386 這邊的話可以領個五張的高級召喚券 還有非常多的這個覺醒石喔 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1329 LD1392 這邊的話可以領到高級召喚券 這邊的話可以領到高級召喚券 還有這個隨機的五星碎片喔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 然後 E370 E370 LD1370 這邊的話都還是可以去做領取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 LD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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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也是有大量鑽石以及新原始 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1331 LD1331 這邊都還是可以去做領取啊 然後1328 1328 接著下一個的話是這個LD1373喔 這個的話這個是我已經領取過了 那這個是 應該是你們領都還可以啊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1362 LD1362 目前的話 都是可以領的喔 接下來是 LD1347 1347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LD1396 LD1396 那再來是這個LD1212 LD1212 再來的話是這個LD1345 1345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47開頭 這個4741 LD4741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1454 1454 他都只要改後面這個數字喔還是相對來說比較方便喔 1342 1342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1321 1321 那這個00的話都直接領得快要破百抽 接下來是這個WEEK 08949 WEEK WEEK 08949 好這邊是可以去領取 然後也是WEEK 0811 0811 接下來的話是改成這個097494 097494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065489 065489 097494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097 097494 097494 然後這邊的話是這個數字就比較多2514784 2514784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48940 48940 這個都可以領到這個召喚券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47849 47849 好這邊都還是可以領取的 接下來是36514 36514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255 25414 25414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 74849 74849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這個36549 36549 36549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149 只有三個數字喔 WEEK 149 然後接下來是9595 9595 這個領的真的是非常多 然後是04554 04554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048948 048948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這個47478 47478 然後是我們的這個5589458 589458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474451 474451 然後接著是我們的95225 95225 但是都可以領到這個橘醒石喔 還有我們的這個召喚券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748941 748941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58949 58949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19458 19458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36548 36548 然後接著是這個28595 28595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 789494 789494 這個禮包碼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4894 4894 然後接下來是4749 4749 然後還有的是我們的這個47896 47896 這樣領不知道都有沒有超過100多抽200多抽 然後48415 還有我們的這個48944 48944 好那麼終於是兌換完成了這個遊戲的禮包還是相當多啊 那我們要看我們領到獎勵呢就可以直接在背包這邊查看 那可以看到我們直接領到這個240個召喚券 然後還有這個相當重要的這個覺醒石 還有我們的這個相當重要的這個覺醒石也都是有拿到各兩塊 然後我們的這個戰蟲召喚石 然後接下來最後呢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福利啊 我們遊戲福利呢在上方這邊7對排行 我們可以參加一下這個排行禁忌 這邊的話地面的話可以直接再拿到一個這個 大炎魔劍喔 一個聖物啊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這個不用儲值的福利喔 那這邊的話每天參加都是可以領到我們的這個鑽石啊 然後很多這個高級召喚券喔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五星的隨機碎片 然後另外呢我們心服狂歡這邊每天登陸 也是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這個戰士啊 然後我們的這個百抽好禮喔 那我們加起來的話就差不多 超過300多抽啊 然後我們的滿月慶典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參加一下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這個好禮啊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個龍拳爆發力 我是20杯界王神拳的最全禮巴馬需要分享 以及最強的TD神角以及官方推薦 組隊陣容搭配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